來 何敏辰議員 你不是要聯合諮詢 趕快來 趕快來 還給何敏辰 何敏辰還有江兆國 還有邱樹貞 還有李天生 都來都來都來 好 來 我們現在利用這個 間斷時間 我把一台 漂亮 非常漂亮 目前非常夯的 一台摩托車 牽到現場來 牽到現場 來 我們看 我要問副市長來 副市長 這台漂亮的摩托車 你知道這台摩托車 叫什麼牌柱嗎 你了解嗎 你有了解嗎 副市長你知道嗎 副市長你知道嗎 副市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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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麼知道 這個台灣非常 你怎麼知道 好 環保局局長 這台你知道了 你知道了 好 付市長你請客 副市長 副市長 請求 最近這台 非常夯的 這個摩托車 聽說最近 要漲價 你漲價來是不是 這個我 沒有特別去瞭解 蛤 你原來沒有看電視 沒在看電視 最近不只在這個電視上狂打廣告 這廣告內容就說 不只38,800 不只38,800 言下之意就是說 你如果不快買 買你不只38,800 然後在他的網頁上 他的官網上面 一再的強調 現在如果不買 買你自己去一萬塊 現在你不知道 謝謝主席 謝謝張議員 當然業者對於他的某一項商品要漲價 這個當然是商業的行為 如果以電動機車來講 因為它可以 當然它是在整個污染排放 可以說是一個零排放 所以市政府的角度當然 我們是希望把老舊的這些高污染的車輛 逐步太煩回電動的 零污染的交通公司 居長你剛才說它是商業行為 如果今天 他沒有接受政府的補助 他就是純粹的 一家商業公司 他要怎麼蓋他們 一台要蓋一百萬萬 沒關係啊 但是我在這裡要特別強調 郭古老 他接受我們政府的補助 政府的補助 好 國發基金 國發基金 給他投資十億元 給他投資十億元 那不只國發基金給他投資十億元 這個經濟部 他用它補助 充電站 總金額達到十九億元 這數字很可怕的一個數字 我講一次 國發基金給他補助十億元 好 那經濟部給他補助十九億元 好 好 那我們一般的消費者 買買這台過過路的時候 好 我們給他補助的單位有哪些呢 除了我們台中市政府以外 港亞局 工業局 環保署 工業局環保署都給他補助 好 賀政府的奶水漲大 我說他賀政府的奶水漲大 絕對有他的道理 一 根據統計 底全國的部分 他在民國104年 他的總銷售額 四千台而已 聽好嗎 四千台而已 到一百抗五年 一萬五千台 到106年 也就是今年前三季達到兩萬台 那一估全聯可以達到兩萬五千台 政府給補助為一百抗四年的四千台 給他優到現在 會二萬五千台 好 政府奶水漲大囉 然後現在聽聞中央政府 可能要減低他的補助 部分的縣市政府 不需要補助了 他馬上要漲價了 馬上要漲價了 局長 這樣對嗎 你和政府的奶水漲大 你現在為孩子大了 大了 政府的財政 也不可能無止無盡的 無止無休的給你補助啊 本地補助這 你就不能把他當作你營收的一部分嘛 有一天你人要停止補助嘛 你大了那些人停止補助嘛 你不失回饋 你反過來吃政府的豆腐啊 你現在要起床 還是說不止三萬八千八 這就是吃政府的豆腐啊 意思是怎樣 就是因為政府沒有要補助 所以你每年可能不只要付三萬八千八 因為政府現在減少補助 我明天要給你降 要給你提高 要給你漲一萬元 我這個行為 我覺得非常 非常不應該 非常不應該 當初政府來補助 目標很簡單 節能減碳 對不對 是節能減碳嘛 那節能減碳 你既然接受政策補助 你應該反過來 反思政府不能給我無止無盡的補助 我要反思說 欸 應該我們是政府 應該我們是消費者 來共同承擔 節能減碳 這樣子的一個國民義務嘛 齁 這種補助的方式 這種企業的方式 教授 你認為妥當嗎 你認為妥當嗎 謝謝議員齁 當然這個算是 業者他的一個商業行為 跟市場的機制 我跟你講他不存在商業行為嘛 在整個 就是說 這種電動機車 他是有助於節能減碳 所以企業其實也要善盡 企業的道德跟責任 是啊 你應該波索狼狼長 相對的購買意願就會降低啊 沒有錯 所以我們還是希望說 當然如果以GoGoro 他要漲價這個做法來講 我們還是希望說 他要善盡這種企業責任 好 那我先問一下市長 盡量在整個 這種成本跟利潤之間 要取得一個平衡 甚至怎麼樣讓 整個環境 甚至在整個 這個 就是 節能減碳這個區塊 可以 做得更好 你要不要去跟勾了 做這樣的道德成熟 要不要 要不要 這個當然 有機會我們還是呼籲啦 不是呼籲 我覺得你應該出面嘛 我先問你齁 一百空被你啦 就下個年度 你補助了 你編列多少 要補助GoGoro 編列多少 其實並不是補助GoGoro 這個市府在補助 泰幻電動 就是說老舊機車換成低污染的電動機車 都做多少 去年度3500萬 今年增加到7100萬 那現在的話 到10月底大概也已經申請 經費用完 所以現在又再增加2千萬 我大概給你看一下 你在一百空隙你齁 我們其實 對所有電動機車補助了319輛 一百空五年 八百八十一台 一百空六年齁 提高到3945輛 好 那以GoGoro 佔的比例大概八成的數量來算起來 大概你佔了4200輛左右 這個數量不可謂不大喔 非常大喔 當然 你剛才有說 就是說 我們補助太陽兩種 一個叫新購 一個叫 淘汰老舊二行程機車 一般民眾新購補助 一萬九千塊 淘汰老舊機車三萬兩千塊 中低收入 新購補助三萬三千塊 淘汰老舊機車四萬三千八百塊 你用預算數 明年編到七千九百多萬 這個數字 不可謂不大啦 我剛才要再強調一次 其中這個我覺得非常不妥啦 應該業者應該共同 與我們的政府 應該共同與我們的消費者 為節能減碳 善盡他的義務 我再跟你想問一次 你願不願力 出面 跟他在這裡討論 立即停止 立即停止這個降價行為 立即 把不止三萬八千八 這樣子的廣告 立即下架 你願不願來跟他做這樣子的溝通 我們會反應給經濟部啦 畢竟剛剛 就是說 在整個經濟部的輔導 裡面 反應給相關單位 那當然 那Gogoro的部分 我們也會適當的機會 來跟他做建議 說適當的建議 好 我是這樣講啦 如果 如果你願意去跟Gogoro這樣的公司 做進一步的洽談 如果他對不只三萬八千八 現在狂打廣告這樣的不只三萬八千八 如果你不給他下架 或者對於上教這件問題 你不馬上給他停止的話 我來建議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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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醫生環節還不算 一百萬八年 七千九百幾萬這個醫生 把他刪掉 你看好不好 包委員這個是一個 一個就是說 透過獎勵補助措施 來鼓勵加速汰換 導舊車輛的做法 那過去經過 那七萬九千多 七千九百多萬 不只Gogoro啦 所以市場現在的 但是他占了絕道多數 可以選擇的車輛其實很多種 所以這個就是說 選擇是非常多的 但是政府補助是 電動機車 並不是說對於Gogoro 這個一定要先說明 那過去市府的努力 我們的二行程機車 從三十萬台 已經降低到十五萬台以量 以下了 這個就是我們的成果 我再強調一次 那未來的補助 會越來越少 因為節能減碳補助業者 我百分之百贊成 因為那是社會公益的一部分 就像我們補助10公里免費的 公車業者 他意思是一樣的 他是大眾運輸的一部分 絕對我同意 還是不能這樣子 毫無章法的給人家漲價啊 毫無章法的打廣告 我們現在把補助的體積打工工 這樣對 我們補助是補助市民啦 不是補助業者 補助我們的市民朋友 二行程機車 換政府給他補助 你不這樣補助 業者他不會從 這個四千輛到兩萬五千輛 那不可能的事情啦 我意思是說這樣啦 你如果沒有補助 我剛才說過 台北北一百萬萬 你的事情啊 政府現在幫你補助 讓你把小孩子養成大人啊 你現在這樣補助 現在要去價 狂打廣告 我真的非常不妥的行為啦 講到這件事齁 我們裁護何敏山有意見要講齁 何敏山來 你是一個很認真的局長啦 我給你孤獨卿領 我們現在社會 環商清潔的那種 其實就像這種生意人齁 沒有那個社會證人嘛 那個 把你拿補助 結果還要去 要去 還是要做今天的工作 這這樣就是環鑑 所以張耀宗今天齁 實在也是用心良苦啊 齁 他這樣說 我相信你 有能力 去反應才對 因為 我們總是政府啊 尤其我們現在是 中央跟地方 民進黨 我們在接種 我們一定有的對口單位 齁 不然你就把 近期說今天 何敏山跟中央長在聯合這孫 還是 鄉書貞 江兆國李天生 聯合執行 他們我們台中市 五位傑出的議員 在這邊 這個建議 你們啊 應該好好的散盡 這個 社會責任 這理由人去說啊 對啊 說我們說沒關係 我也不怕 我也不怕來找我 歐多我 我臉就比那邊 對 所以 我們要去反應 這絕對要確實做到 齁 來 還有一個要說 我相信啦 我們變七千多萬齁 其實也是我們台中市 對空氣污染 在能前面的一個 生意啦 齁 這我看也是要 應該要顯得 市民的這個 輕盈才對啦 好 李天生 是 今集我們這次的聯合這孫 雅東議員在說到 這個部分齁 其實我們收到政府的補助 然後用這個商業的行為 再來 我們的社會者 啟業 這是一個非常不應該的事情 那麼 剛才有說到說 我們彭博教廟 幫我們什麼角色 是不是說 我們的補助款 可以說 來做一個行為 或是說你在用的時候 可以跟這補助說 那麼 我要幫你補助 就是補助是市民 不是補助補助 那麼補助跟這個 啟業一樣 意思啊 他還是把這個錢賺回去了 補助你啊 所以我們有什麼樣的機制 可以跟那個 業者講說 跟業者講說 如果你要去補助的機制 是不是要做一個修正 我想 當然我們也希望說 我們的土地 可以透過移動汙染的部分 把它減量 推動我們的電動摩托車 電動機車 燃燒汽油的機車能夠減少 那麼我們的空氣汙染當然會比較好 那麼根據這樣子的一個 這個機制原則 能夠讓我們的空氣好的話 當然我們的支持啦 那問題是 看起來 聽起來 改正進步道理 是不是說 環保局長 整個環保團隊 事務團隊要好好的來做一個 檢討跟修正啦 那接下來時間 我交給我們張召國將議員 居然那個哥哥肉其實我很熟啦 他不只是購車我們補助他 他其實 他進駐台中比進駐高雄早 他很看好台中 我們連他的展電 連他的電池交換站 都是我們有在幫忙 他在台中市的三民店開幕的時候 建八局長也有到場 所以我們台中市政府 是跟他們可以直接搭上線的 而且不只台中市政府 他的網站上是唯一一個 把全國各縣市的補助都放上去 用這個來推廣來要挾 甚至他把環保署補助要減少 經濟部工業局補助要減少 各地方政府補助要減少 全部公告上去 用政府的補助當做他們的行銷 我覺得這個是不對的 所以我支持張耀宗議員 今天的講法 請台中市政府 應該要去跟這個公司談 好 謝謝議員 那相關的意見 我們也都會來 跟相關單位來建議 包括 好 謝謝我們張耀宗議員的資訊